女性米可白凭借牛车来去 拿下第58接近中奖 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时候她透过社群发文 自豪地表示自己是一名女演员 获得大批网友留言恭喜 原来典礼结束的三天后 米可白透过IG先动发问 自己得奖当天的信封被哪位工作人员收走了呢 她表示虽然奖杯很重要 但也想要保留那个独一无二的信封 因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座金钟奖 也是第一次获得肯定 米可白无奈地表示 她已经问了一天 却还是找不到自己的信封 让她感到很难过 索性稍找主办单位全体动员 清空会场时 找到了原版信封 并已经联系米可白经纪人 对方也很感谢电视台帮忙 事实上米可白领奖后 除了发现信封不见 还因为从台下哭到台上 准备离开舞台时 差点撞到舞台背板呢 试试试试试试ков